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怎么样 一下子又要一万九 是不是 所以我陈老师我有跟大家谈过一个重点 重点不在指数 因为你看指数就台积电了 对不对 台积电休息了 指数就不重要了 所以重要还是个股 当然我陈老师我还是比较建议 台积电让一点空间出来 给大家玩 这才是正道 要再去台积电 其他没去那些大家都不爽 所以说还是要听听人民的声音 当然我个人认为当然有限 台积电当然这种就是有点类似补涨 因为这一年下来说台积电也没什么涨到 很多的股票是涨了好几倍的都有 我们看到除了台积电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涨了很多之外 就是之前的大家非常的认同的航运股 才刚讲说要发40个月 当然我个人是认为 2022年可能跟2021年不一样 进入了这个老虎年 进入了2022年 我觉得重点当然会是在点注购 一定是在电子股身上 那我也跟大家谈到过被动元件 对不对 我最近还跟你讲得很清楚 国具你要注意这些被动元件 那当然被动元件在这一波 它也是没涨到 所以被动元件也会出现了补涨的行情 所以说你就发觉到资金不于匮乏 那资金不于匮乏的话 重点是在于什么 哪些股票会大涨 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谈的关系 哪些股票会大涨 所以你看到了很多都是这样子的状况 那当然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涨多了你不见得要再去追 涨多了我不建议追 那我是觉得你还是可以多发掘一些 怎么样法人现在没布局的 那他的题材也很好的 未来他的前景性 他的各方面的都很好 这是我建议大家去做的 就像我昨天我跟你谈到过被动元件 我说被动元件也没涨 所以被动元件他当然怎么样 他希望更好 这是我建议的 我建议是这样子 那当然我也 陈老师我也常跟大家谈到就是说 除了被动元件之外 你在这一波你也要去注意到一些怎么样 还没有涨的 那这些也是我个人认为都是未来的 未来今年是非常有机会的股票 所以我昨天也跟你谈到说被动元件 对不对 那当然今天涨上来了 我就不再跟你谈了 我不建议大家就是说很多股票太过追高 尤其是量价奇洋 没人在说 今天很多人在说 那我也跟你谈到说 你要接下来要注意到一些你没注意到的 这非常的重要 股票市场里面我陈老师常常跟你讲 就是说很多人常常说陈老师你喜欢买一些没量没价没人爱 我说这些股票很好 因为没量没价没人爱 你要看他时候到了 他就是有量有价有人爱 而且他会非常非常的强 非常的强 所以陈老师我这个也在 有些人说我选股方向 我就不追高 所以你看当我10月15号在跟大家谈的时候 Oh my God 对不对 那个时候你看看10月15号 我讲的每天都一样 我最重要是要跟你谈到这个 陈老师你怎么不介绍3万张的股票 要介绍357张的股票 10月15号 对不对 这就是我的建议 那当然我可以叫你在这边一直追啦 只是说你为什么你不在这边买 来拉近一点 你看10月15号 357张 这是我建议大家 所以我跟你谈多很多东西 其实很多人在当时都不认为 请问味噌 很多人会觉得说20块的时候就跟你谈味噌 位置很低 很多人就说味噌会涨吗 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谈什么了 味噌这种股票会涨吗 这个就是 当然你现在看到这个我就不建议叫大家追啦 Oh my God 也是一样 那你在85块 你在357张的时候 所以我今天我陈老师有说过嘛 我们不是做辉煩 我们不是做东森 这个我八蛋 他的股票都是怎么样 两大 几万 上面一直爆 一直爆 一直爆 那三支涨停以后就不见天日了 所以我今天我是不建议大家 你再去追被动元件 因为被动元件我个人认为他只限于补涨 他只限于补涨 你听得懂 真正我个人认为电子股里面 真的抢的还是在于什么 股本小的 其实你会去发觉到被动元件有很多股本并不小 股本小的事实上没几支 那这是我跟大家谈到过 那当然你要去了解到说 整个电子股里面股本小的10以下股本的 那个才是真正会很飙很飙很飙的东西 所以你比如说来看一下你看这种东西 他在3亿的股本 你知道吗 国据多少少说30亿 甚至50亿他在3亿 我这样给大家就知道 所以oh my god拉回来你要注意 为什么因为他的股本很小 我认为就是 你看看像这自由的田地 这我讲的你看 10月4号没有人要买 10月4号没有人要买自由的田地 你看10月4号在哪里 10月4号游标在这边 你看249张没人要买 那为什么你看他股本这么小 他股本才5.9亿而已 所以说你就共股票再创新高 所以你看看像这个圆展我跟你谈的时候圆圆满满展望未来 你也不觉得啊 你看长成这样 都没有我介绍都没有亮 那股本你看看圆展的股本才9.2亿 你看这辛云辛苦耕耘 有没有辛苦耕耘 你看他股本多少才8亿 有没有看到股本才8亿 你看看这个合合气气苍苍旺旺 我在介绍的时候 11月29号 11月29号在这里 你看562张 才562张而已 你有没有看到才5.3亿 你看这支股票你们还记得吗 来赚大的保重之保 市场上我第一个介绍8104的来保 我就说怎么样 保重之保股市之保来赚大的 没有人认同啊 我当时在介绍都11月15号 你看一下11月15号 在这里而已 在这里没有亮 没有亮 拉近一点没有亮 11月15号在这边 你知道多少张132张 一天才132张 11月15号没有亮 有没有你还记得吗 保重之保股市之保来赚大 很大的 我敢不说 11月15号 没有人买啊 你看今天你看来保 你看今天来 那为什么要股本你看才多少 6.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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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这些的族群 一定要注意 当然台积电很好 台积电很好 我没三个买 台积电很好 我就没三个买 所以说这些股票 我常跟大家谈就是说 你要很注意 一定要很注意到这些股票 因为这些股票怎样 轻声如燕 我一直跟大家谈一定是这样 你知道就算在鸿海集团也是一样 鸿海一定是长得最慢的 你看鸿海底下整个鸿海集团 最会飙的是谁 密收 为什么 股本最小 鸿海集团里面还有什么会飙的 大爸爸一大堆 但追的不是鸿海 台积电这两天比较好 但是怎样 整个台积电概念股里面最会飙的是谁 绝对不会是台积电 台积电概念股里面最会飙的是股本最小 所以你要去了解到这个 但是我昨天跟你谈到过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它补涨而已 补涨 它补涨但是它不会是主流 因为它的各方面的条件 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 你华兴科国际 你少说股本都将近六七十亿 我不用看你知道吗 四五十亿以上 至少都有吧 对不对 那我今天跟你谈到说 你被动元件不是不能买 那你比如说像光节 那种股票为什么飙 股本太小了 我早就跟你讲那只股票会飙 光节 像我以前我曾经跟大家谈到说 像那个比特币概念股 我说那个利台一定最会飙 为什么 不用想光看这名字 就是在沟表纸边来插的利台 怎么会有股票叫利台 对不对 你有知道我的意思 因为利台在整个所谓的比特币概念股里面 因为股本最小 对不对 就来共甘上 我们国家糙的就是这样 利台 你知道吗 那当然股票 利台已经涨到八九十块了以后 你就没办法了 你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很多的法人为什么都会去玩那种什么利台 汉讯 我以前就讲过那个利台以后比汉讯还会飙 那汉讯也是有人在里面恶搞 比特币涨他就涨 你看比特币大跌他不见得跌 那是不是在恶搞 比特币就概念股就出来了 所以我陈老师跟你谈的真正的东西是在于这里 你说真的有人说真的他买个怎么比特币概念股 你认为真的有机会的 我个人认为创意跟四星KY绝对是意思 当无愧 首当无愧 创意 你不要看这创意 你真的要选比特币 真的跟比特币真的有关系 不会是汉讯跟利台 那都是炒作的 真的很稳的有关系 那个叫四星KY跟创意 最多人就买一下技嘉微信 而且那个汉讯 汉讯那种就是那种 你讲我现在讲实在有的 会当然会飙 利台 汉讯利台 所以你要了解到 当然看你自己本身的需求 我陈老师常常跟大家谈到这很多很重要的观念 你看那莱宝什么买 这莱宝 你看以前在Oh my God 哪有人买 我介绍的都是你看357张 Oh my God 你看我介绍的时候 10月4号 主要的天地 没人买 主要的天地 12月以上 我说这个大油田 你要注意 5.9亿 你看那时候249张 是不是很小 股本又小量又少 加起来 你看圆展 我又跟大家谈 圆圆满满 展望未来 各位投资朋友 没人要买 现在大家都要买 大家都想要怎么办 现在大家都想要怎么办 圆圆满满 展望未来 我叫的时候 第一个叫没人要买 没人要买 大盆发 你看有大盆发 幽群第二 幽群第二 大盆发 圆圆满满 现在大家都要买了 70几块 那时候就叫50块 那陈老师有没有在这边的圆展 当然有 我今天跟你谈 你这个东西说真的 你过了就过了 我讲话你很懂 你不要说什么 过了就过了 你之前第一支没买 你就不用再 你就是回头100年生了 这个再回头你已经 long time ago 对不对 no more never no price no price no price never happen 你看 你以为bikini 你都要紧紧紧紧 bikini你就想买了 你看看像这个 10月7号 对不对 very low 真假 8.7 新股根云会涨 和和气气 这个会 和和气气 苍苍旺旺 你怕了 来保 来保 来赚大的 现在大家都也来保 这是第一个说的 我刚才说股市之保 这来赚大的 保中之保 你怕的就这样 那这种股票说真的 被动员线涨不赢他 为什么 来看一点 中股票的人就是要来炒的嘛 你被动员线那个东西 讲难点 涨不赢他 我就跟你讲 有没有在这边的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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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你第一支就要冲了 拉近一点 第一支就要冲了 第一支就要冲了 第一支就冲了 有没有在这边的来保 没有人要买啊 哪有人要买这种东西 对啊 陈老师你介绍这是啥 你给销了 介绍这也没用啊 我说今天不是有没有量的问题 11月15号 100多张 这边才100多张 没人要买啊 今天你看大家都拉爆 那为什么这种会涨 就像我跟你讲嘛 比特币里面的利台 那在干什么 所以我跟你讲 那时候利台在介绍十几块不到20 那个利台真的没有人要 那个利台感觉好像快要下市 快要下市那种感觉 那种股票反而会飙 利台你知道 有一支股票叫利台 所以我以前常常跟你讲的很多的东西 就这些都没有人要买 有一天 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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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因为这些股票怎么样 就是法人也没有 到最后会变有 你看oh my god 所有法人有 主油的丹底法人哪有 味噌哪有 我以前在说的都也没丢 这老师你说的股票都也没丢 哪有个主油的丹底 那我什么圆圆满满 展望未来 你讲的我第二天我就没丢了 这样没法 never come back no price never come back no price 现在已经higher了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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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做股票 你一定要了解到什么 很重要 今天陈老师给大家一支股票 你看一下 这支股票跟你讲 我跟你讲虎年之最 三你把他记住了虎年之最 三五一一 这绝对是来保第二 我让光看这一边 我跟你讲光看这一边 来拉近一点 光看这一边 每个月的都是倍数 我让你瞄一下就好了 我跟你讲 这个什么来保啊圆展啊 这跟他怎么比啊 你知道现在多少钱吗 你知道哎 这是每个月跟去年比 每个月都是倍数耶 那我今天讲来听一点 为什么会这样 是吗 我跟你讲 你就记住一个字叫是吗 你记住我讲的 很多人都很怀疑是吗 你把他记住这个字是吗 我正好是跟你讲的东西 涨到天上了 明天赶快去买国具 各位投资朋友 这不是我要干的 我早不是跟你讲 被动眼镜要涨了吗 你国具 你落下来 你怎么要四百块 你看他呆到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谈到 国具华清科 怎么样 他事卡跟台积电差不多 他休息 他长多了就是 要休息 Philadelphiacho 我跟你讲 你回过头来买这个 我讲话不相信 股本又小 各位投资朋友 我跟你谈的是虎黏之最 买了嗎 ��� 有没有买嘛 我问你 就这么简单嘛 我在说的时候 132.511月15日132.5 你是在做什么 不 今天很想买 家里这也不买 132.5 你怎么不买 有没有在这边 你看 6.8亿 这股份更小了 这更小了 还比萊宝还业绩更好 成长性又更高 萊宝哪有这样子啊 萊宝最多各位的一个月两成三成 每个月都倍数 各位投资朋友 现在40元 你知道他多少元了 你知道他多少元了吗 他今天多少元了 你不见到追啦 但是你知道他多少元 已经90了 拉近一点 就是了 萊宝 这才40块 45块 现在他的价值相同 45块 40元 40元 那你现在看一下 这个会不会是下一支的萊宝 来 萊宝这边多少钱 40元 无量啊 那为什么长成这样子 那为什么长成这样子 这个萊宝 那他会不会是下一支的萊宝 是吗 来印证啊 你以后怕你买不到 我才好是跟你讲 你有没有人懂 就是说你现在要买的东西是人家没有的 你今天看多少钱 八台今天爆大量三支 看到大家都知道 买去 长庭万序 长庭得为 今天多少 今天多少我不知道 所以你就一定要了解到这个重点 我原... 我原... 原... 别说这个啦 你看 打一个 挖下去 15块 562张 这一天没人要买129 我要干什么 你怎么不会扫货啊 全部把它扫进去 你知道 你今天就躺着干了嘛 我爆的股票不是五千五百 今天一万兆变五万兆 五万兆变十万兆 棒棒棒三支 从此不见天日 我旁边都这样 今天都爆五万兆 五万兆进去 一万兆进去 今天变十万兆 棒棒棒 飞鸿 我正好是跟你讲 股票市场里面不是这样在做的 你要了解到很多现象 有很多人在问说 陈老师你觉得现在 我是该买国具吗 我说其实怎么样 你回过头来看有一些股票很重要 我今天就跟你讲 我今天跟你谈 比如说两支股票 我讲话你 你不信啊 因为你为什么不信 因为你今天说的 你要创意 你不要看他创意 我讲话不信 你看你知道吗 有一支股票叫冒打 冒打进去很多 拉回来很注意 我讲话你不信 你小心那个冒打 那个冒打 以后又一倍上去了 那个冒打 反正我跟你讲的 你不会信的 你快冒打 那个冒打 你小心他以后会追到 会追到 会跟 会追到 追上国具 你看那个冒打 你知道冒打 有这支股票叫冒打 你知道嗎 我不要跟你谈太多 你拉回来注意就对了 200多块 你现在要买国具500块 我讲话人家不信 我讲话人家不会信 那个冒打 你要注意 很注意 我跟你谈了很多的东西 一定有我的道理 你今天去追国具 你不如回来买冒打 我讲话很清楚 够清楚了吧 你今天去追国具 你不如回来买冒打 你知道 你今天不是看那股票在抬 你三个乱抬 你看看那企业 你三个乱买 那你今天讲的难听一点啊 陈老师啊 我今天全部的钱都进去买什么 我今天 真话啦 我讲的是真话啦 陈老师我今天的钱全部 都去买80块的赖宝 你今天去买赖宝 你今天全部的钱 我之前在叫的时候 40多块你怎么不买 我那时候在叫的时候 四十几块你怎么不买 四十几块啊 四十几块你怎么不买呢 我在叫的时候 11月15号你怎么不买 都在买 你今天说今天我全部来买赖宝 我说这个玩很大 股市之宝的玩很大 那你今天你全部都在追这个 对都上万张了 那我说你今天你怎么 你怎么回过头 还不买40块的他呢 那我今天讲真的啊 你看看 这是赖宝的倍数成长 这赖宝的倍数成长 你就把它记住嘛 我就跟你讲351把它记住 虎年之罪把它记住了嘛 我虎年我就送给大家 几支非常重要的股票嘛 为什么 我跟你讲 你看这个赖宝 我以前跟你讲 为什么陈老师你知道这个赖宝会涨 你光看这个股本也知道会涨 会飙啊 啊这种股票各位又带个宝 又带个宝 我不是跟你讲这个有宝的 对不对 股市之宝 股市之宝 对不对 这个就会涨了嘛 什么贱什么贱的 是不是 建策 我不早就跟你讲 有一个股市之宝 有一个什么宝的 这个会涨啊 很多人不信吗 那我就今天跟你谈嘛 我今天就跟你谈嘛 你慢慢看 为什么要跟你谈这个东西 有一天啊 上帝你就知道 虎年之罪 这样 你到时候 你到时候 你又问我陈老师 是吗 陈老师啊 是吗 那就没意思啊 那我就跟你讲 趁第一的时候 趁第一期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卖了就没了啦 我今天跟你谈的是罪有潜力 虎年之罪 等到有一天说陈老师啊 还有原来他下一次的 Oh my God 下一次的和和气气 唱唱哗哗哗 下一次的 圆圆满满 展望未来 下一次的味噌 下一次的什么 你不要再跟我说那了 看不下 下一次的Lightball 下一次的Lightball 没了 今天大家都买什么 当然被动员就 被动员就 大家都去买台积电了 你反正要回来注意什么 我跟你讲什么帽打 什么的 没多人相信 今天这一份资料 各位投资朋友送给大家 好不好 好好把握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FM的彩虹台 2022 荣耀回归 就看第四季 888 常宏专案 让您信心十足 一路常宏 常宏 常宏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顶夜头顶夜头顾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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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附直播 必须上线 必须上线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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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366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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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资朋友 站上了一万八 第一支一定要积极 要马上找我 好不好 不要再问陈老师是吗 会涨吗 好好把握 谢谢